凤林一位无照骑士 日前在台九线不慎自撞中央分隔岛 整个人瞬间喷飞倒卧在对向车道 差一点就撞到行驶车辆迎面撞上 场面非常惊险 所幸请销在货报之后赶起现场 这个男子只受到轻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日震当中交通顺畅 一辆轿车行驶在内线车道 刚过红绿灯时 前方突然有个物体 从分隔岛的另一侧飞进自己前方 轿车驾驶大受惊吓 赶紧减速 原来这庞然大乌是一名机车骑士 所幸轿车驾驶眼疾手快 成功刹车停下 警销货报后也赶紧抵达 3月1号下午1点左右 在花莲县凤林镇台九县220.5公里处 一名32岁的成姓男子 骑机车自撞分隔岛 整个人喷飞到对向车道 差点被碾过 他的身体有多处擦挫伤 骑的白色机车则在撞击瞬间倒地 左后照镜断裂 零件四散 与分隔岛强力摩擦 导致机身左侧出现明显刮痕 以示为注意车前状态 发生致状中央分隔岛 造成驾驶一人身体多处擦受伤 无生命危险 根据了解成姓男子九侧为零 但他缺乏合格驾照 法律规范违规无照驾驶 可处6000至1万2000元的罚还 如果肇事不但触犯刑法 过失伤害 更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薪则 陈姓男子躲过死劫 目前已经没有大碍 但违规无照驾驶 法则肯定躲不了 记者王怡婷 徐利勤花莲报道